好 騎樓的走廊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天氣熱的時候,可以遮陽光 下雨的時候,也可以遮雨 劍情在上面住人,下面開店 隨便一間小店 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可以說是充滿了東古人的回憶 所以我們之前虎禄秀拍攝音樂 也選擇了這個禁有情懷的地方 這間更厲害 是一間有百多年歷史史創於清朝 光水年間的老店 不僅有食物,還有很多手信 你好… 玩了 對… 老闆嗎 是狗養的 真是狗養,我狗養 你是第幾代 我第四代 第四代 我提的二有六,我太麻 原事,所以取名叫老原 光水年間已經開始了 對 有很多特產都是你們獨有的 淮山餅、杏仁餅,很棒 香米餅 最傳統的做法 沒見過,鳳凰盞是甚麼 這個鹹蛋黃,臘腸 鹹蛋黃 下面是臘腸 是,蒸得吃就等人嘗嘗 那真的每樣都想嘗嘗 好的…等人讓你噴嚐一下 來… 一起來… 來… 老闆,我看看你有甚麼 百多年的好介紹 你去看看 謝謝 我最喜歡問老闆推薦哪道菜 你會推薦哪道菜 五樓炸彈 五樓炸彈? 好,炸彈? 是,很地道 街坊很受歡迎的,蒸箱丸 蒸箱丸? 牛丸、肉丸 好,自己打的了 是 好 現在的臨尾季節 臨尾煲仔飯? 臨尾煲仔飯 好 要一個豉油和鵝腸 就聽你介紹 好 豉油和鵝腸 剛才做出來的 我媽媽的最愛 很香,這不光是豉油和鵝腸 炒過… 新鮮做的 首先,幫我媽媽試鵝腸 豉油和鵝腸是王媽媽的最愛 你看 對 很香 對 豉油和鵝腸 不是只能把鵝腸淋上去 它爆發熟油 令鵝腸更香 完全沒有胖 很爽口 接著是蒸箱丸 鵝腸 像牛肉球一樣大 看看 裡面的肉 還是紅色鮮嫩 這個真的要拌飯 有陳皮味 去到肉的腥味 很香的陳皮 有一個五樓炸彈 這個可能是特色 你也炸到 好,這個五樓是什麼?五樓 五樓是紅蘿蔔絲 這是五樓菜 紅蘿蔔絲,五樓菜 酸瓜 有紅薑 一定要放在紅薑 放在蘿蔔絲等等下去吃 這個可能是特色 這個酸酸甜甜的炸彈 還有 東莞人很重要的是 嘗嘗臘味飯 嘗嘗 香噴噴的臘味煲仔飯 是油鴨嗎 對,拔沙油鴨 甚麼季節最好吃臘味 對,秋冬 秋天開始… 夏天會比較少,對嗎 秋風起 暗暗的秋風起 謝謝… 謝謝老闆 就算油鴨不吃 東莞人也習慣拿來蒸飯 平日飯放在油鴨上 整碗飯就會很香 還有東莞的臘腸 不是平時我們看到的 那些又瘦又長 東莞的臘腸是胖嘟嘟 短短的 一口蠟腸 一口臘腸飯 所以其實不用太多醬油 夠味了 少許臘腸已經很夠味 夠味了 還有油鴨味 很喜歡油鴨蒸飯的味道 吃起來有一口 這幾道甜品是否大家很受歡迎的手信 對,這個鹹狗泥,這個麻角 香蕉糕 香蕉糕 芽草做的芽果 裡面是微豆素 蛋卷 每天新鮮的蛋卷 一定要嘗嘗這個 每天做的新鮮的蛋卷 蛋卷 酥脆 一咬就散開口裡的感覺 蛋卷是最好吃的 好,口味 小時候最喜歡吃的 香蕉糕 不過一定有一個疑團 香蕉糕其實是沒有香蕉的 它的樣子像香蕉,其實它沒有香蕉 老婆餅是沒有老婆的 廣東的手信就是這麼有趣的